他出生社會最底層 一個中年上富的寡婦 獨自帶著幼女 要如何走出人生困境啊 大家好 歡迎來到九勞宮的平行宇宙 今天要介紹內觀的傳奇大師 迪帕瑪 他原名納尼、巴拉、巴魯阿 迪帕瑪是光之母的儀式 迪帕瑪生於1911年的英屬印度 她12歲就嫁人 很不幸 她的丈夫在1957年過世 留下她兒一名年紀7歲的女孩 丈夫的死 對迪帕瑪的打擊很大 因為她傷害了丈夫 過度悲傷 不僅讓她嚴重失眠 還讓她得了高血壓和心臟病 醫生勸她振作起來 建議她學習內觀禪法 為了不在絕望中死去 迪帕瑪選擇了禪修 1963年 迪帕瑪已經53歲 才開始學習馬拉西內觀 經過短短六天的禪修 她就體悟到窮光下 萬物消融的境界 憎悟了佛教的出國 幾乎在一夜間 她就從病奄奄的狀態 變成一位健康、寧靜又自信的人 她的巨大改變 讓周遭的人都感到驚訝 也打破一般人 男性才能開悟的刻板印象 1965年 迪帕瑪在內觀老師、慕寧達的指導下 按照《清淨道論》休息40篇處 《清淨道論》是南傳佛教的一本重要著作 被譽為修行者的百科全書 因為迪帕瑪有很深的塵地裡 她很快就獲得分身、穿牆、遇枝、空中飛行、水上行走等無類神通 這裡再錄一些迪帕瑪的神通事蹟 她曾經在朋友布拉寧的面前 鑽進了地面 然後又全身濕透 從另一邊的地面出來 她能夠隨心所欲 轉換地水火風四大元素 把地的元素轉化成水的元素 迪帕瑪可以透視人體 精確地描述出人類大腦和心智是如何運作 這些描述已遠遠超過她的教育程度 還有一次 她的朋友布拉寧在房間內 抬頭仰望窗外 就發現迪帕瑪在空中向她微笑 迪帕瑪也曾在有人面前 直接穿牆而過 這些神通都讓周遭的人感到不可思議 迪帕瑪說過 神通對禪修沒有直接幫助 甚至會產生一些阻礙 這是因為 一般人貪真吃的習性很重 如果擁有神通 馬容易沾沾自喜 陷入對神通的貪害而不自知 1967年 迪帕瑪全家搬到印度的加爾各達 她開始向當地人傳授內觀 迪帕瑪並不是出家自負 她是以在家居室的身份傳授殘法 也因為這樣 迪帕瑪的教學淺顯易懂 就算是不是日耳茫茫也能練習 她的第一個學生是鄰居 馬拉提 馬拉提也是個寡婦 獨立撫養六個年幼的小孩 馬拉提很想學習內觀 卻無法離開家庭和小孩 迪帕瑪教導她 專注觀察嬰兒在吃奶時 因吸引動作而產生的觸授 馬拉提透過這個方法 在每次餵養小孩時進行觀照 因為她有六個小孩 每天要餵奶數小時 她很專注於餵奶時的觸授 就這樣 馬拉提在沒有離開小孩的情況下 也贈得了出國 迪帕瑪曾經說過 我們在說話 逛街 煮飯 照顧小孩 任何時刻都可以進行內觀 不管你在做什麼 你只需要覺知自己在做就行 迪帕瑪不斷勸接她的學生 不要等到以後才才修 要抓住每一個當下 今天就做 內觀就是覺知你正在做的事情 迪帕瑪的故事告訴我們 開悟不是出家人的專利 一般人只要肯練習內觀 也能在今生開悟 內觀也不需要太多的佛學知識 不用經過太多的思考 直接從我們的身心下手 在日常生活就可以練習 也不需要每天念經而持咒 內觀並不是做學問 我們要勇於掙脫傳統思想的束縛 不要糾結於佛經裡的教條 內觀就只是單純的覺知體驗 最後 我要借用神鏽的一首祭 生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時情浮事 勿死者塵埃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酒勞工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